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郑州 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又赚回政策 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香港 所以是觉得应该支持的 基本法也有条文是保障 香港的人权和 的失事原因 台湾搜救部门 持续扩大了搜救范围 在接近中午时分 于澎湖吃彩尾附近定位到 货鸡黑匣子的讯号 并已经开始打捞 据了解目前已经打捞到 将近100多件失事货迹的残骸和物品 但仍然没有两位失踪驾驶员的下落 一个利用厦门金门直航线路 连接中国大陆14个主要城市 和台湾五大城市的海空连运计划 将从1月26号开始运行 这个返乡计划一经公布 就受到了在大陆台商的热烈欢迎 在21号由 修复举行揭幕仪式 山东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及专程前来的台湾法谷山文教基金参访团 圣年法师一行 共300多人出席了揭幕仪式 修复后的阿楚佛石雕 再陷在了众人的面前 阿楚佛石雕造像位于四门塔东侧 连同塔内其他三尊不同方位的佛像及塔体 构成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体现隋唐时期佛教艺术风格的地上石塔建筑 1961年 将数名案犯抓获并依法惩处 但佛手已经流失海外 今年初 台湾法谷山圣年法师收到几位弟子捐赠的 数年前在海外购得的该佛头后 决定将其送还大陆 并于今年12月17号 亲自率团护送来济南 从而使四门塔阿楚佛石雕造像得以身首复合 重现昔日风采 揭幕一世后 盛严法师一行在中国佛教协会 佛教协会 为了解西藏 出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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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正在学习藏系的外国朋友 名叫吉米 他是美国探索频道的节目主持人 按照节目制作的要求 吉米要在一个星期内 学会藏系的基本动作 并且参加传统藏系 白马文巴的正式演出 这是吉米学藏系的第一天 在学习期间 娘热乡藏系团团长 著名藏系表演艺人格隆 为吉米和编导讲解有关藏系的知识 吉米从格隆的介绍中得知 藏系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至今仍能够自如地反映士族生活 吉米还了解到 白面具代表藏系的旧派 而蓝面具则代表新派藏系 现在教他跳的蓝面具舞 表演热闹欢快 生重有趣 在群众中传播最广 吉米对刚接触到的藏系非常感兴趣 当他第二次再到娘热乡学习时 对藏系的基本动作已经初步掌握 经过多天的学习 吉米已经能够表演像藏系蹦子这样 难度较高的舞蹈动作了 所以在藏系白马文巴正式演出的这一天 藏系团团长格隆 不仅安排吉米参加开场期的表演 还让他在全剧中 克瑞斯告诉我们 他们计划环游西藏 到藏文化发祥地山南 拍摄西藏第一座宫殿雍波拉康 去日喀泽昂仁县 采访藏系创建人 苍冬捷步的家乡等 寻找藏系的起源 有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是很奇妙的 这些东西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很奇妙的 这些东西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东西 通过这些经历 我来到这些东西 我能够认识的东西 我发现那些东西 东西的东西 他们很坦的心态 他们很羨慕 他们很美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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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台和西藏台记者报道 为迎接2003年新年的到来 中国中央电视台香港中旅集团和深圳华侨城集团将于12月31日 不在 康提写中国名牌精湛的封印 国际